今天我们要在孤苏第一名街 1200年历史的七里山堂 吃一下苏州特色的小吃 那这个七里山堂呢 其实是指虎丘到仓门 这七里的路程 是唐代的大使人白居玉所修建的 他修了三堂河跟三堂街 这就是典型的江南水乡 基本上家家户户啊 门前街后面是小河 在巢雪形的红楼梦里面 开篇就提到了 三堂仓门一带 最是红尘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我们今天就在这个 最风流富贵的地方 吃最低低低的小吃 走 我们去看看 然后现在外面35度 真的是热死我了 我们先找个有空调的汤圆吃看看 吃鲜肉芝麻和豆沙汤圆各一只好吗 好的 好好好 这样就包好了 煎头的是什么 芝麻的嘛 然后还有 然后还有 豆沙长的一个 哦好可爱哦 像个老鼠一样 米老鼠 哦 哦 这个要煮的 烧煮烂料的 对 那你多有点 五个品种都可以啊 哦 哦 萝卜 萝卜 五个品种都可以啊 这四个品种 那六个品种 啊 五个品种都有了 哈哈哈哈 好好好 谢谢谢谢 我点了鲜肉 芝麻跟花生的 那这个汤圆的巨传呢 是宋代的明州 也就是宁波那边发明的 糯米 灌上净米 弄成皮 然后包的馅 可甜可咸 甚至不包馅也可以 江浙户一带 还很喜欢包鲜肉馅 这个算是这边比较特别的 然后有汤圆也有元宵 大家知道差别在哪里吗 来 我们先吃看汤圆 这个煎饺了 哦 好汤 里面的芝麻很香啊 包的好满 一咬下去就爆开来 哇 香甜的芝麻香 蘸 然后这个皮呢 也是柔软滑韧 虽然没有钢压口 这么这么丝滑 但是我觉得也是 挺标准的一个 好吃的汤圆 来下一个 我看这个圆的 应该就是鲜肉了吧 这个 好吃 咸香爆汁 鲜肉的鲜 或者酱油的那个酱香 在来上海之前 我是没有吃过这种鲜肉丸子 吃久了还是觉得不错 来最后一个就是花生 那花生就是个长条形的 吃一口 我都忘了我点的是豆沙 不是花生 蛮香甜的豆沙味 黏糯有嚼劲 好吃的当然 谢谢啊 谢谢 拜拜 来下一家应该是 所有人来山堂老街 都会吃的 牛腿丸子 去看看 大哥你做团子的 你这样丢进去的 你这样丢进去的 嗯 哦 要飘起来了啊 我妈说是什么看的 这是什么好看 没有 咱门 好 好吃吗 好吧 咱门 咱们 太好了 不行 好了 我 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来拿到我这个油豚丸子 我感觉就是哪个人汤圆吃腻的 不用水煮直接丢到油锅里面 很香 闻起来有一股炸糯米香甜的味道 感觉不错 我们拿上来吃一口 肉丸面非常非常的酥 没有那个油耗味 但是有点油 里面的肉丸相较于这个饼 有点小 不过吃个味道 甜口的肉馅 调味跟无锡的预兰饼很像 这整个东西跟无锡的预兰饼也是很像 好像无锡是从这边这样传过去再改良的 可以 拜拜 拜拜 来苏州的就是很多诺鸡鸡 下一家我们吃个我没有吃过的炒肉团子 去看看 我要一个炒肉团子 两个也可以那去买两个吧 还有双线团 双线团是什么 细节吃的里面一层豆腐 一层芝麻一层豆沙 哦好好那两个 这个是低虾仁上的是吧 对 这个是什么 里面是骨头汤和蒜骨熬的 好 好谢谢 来下一个这个是苏州这边夏天的食令点心炒肉团子 它是用熟的糯米净米做成皮包了三荤四树 主要是猪肉虾仁还有这个虾米 来很特色我们试试看 嗯口感很丰富啊 外面的糯米非常黏糯 快把嘴巴黏住了 里面的馅各种层次各种香味都有 有树的脆爽有肉馅那个香搭配在一起 确实很特色的风味 可以 来下一个是双酿团 这个一般江浙户附近都有 我记得我在无锡也吃过 来一口试试啊 嗯 花生香 还有豆沙香 尤其是那个花枝奶 液态状都满出来了 可以 谢谢老板娘 拜拜大家拜拜 拜拜 好谢谢 这个是肉骨烧 基本上就是骨边肉 这个是半个扇骨 然后上面有一些肉 它应该是先卤过以后 再稍微炸一下 再上一下那个糖浆 二至三块钱一个 大家觉得价钱如何 不管怎么样 来一口 哦 没有无锡这么甜 稍微卤过 还带点嚼劲 如果能够炖的更软烂一点更好 不过炸过的话表面微酥 拌上那个半甜的酱 还蛮好吃的 来 来下一家就在小巷旁边 有个卖牛肉煎包跟牛肉锅贴 清蒸的 我们试试看 一只牛肉包子 一份牛肉锅贴好吗 好谢谢 来买了份牛肉锅贴 还有一个牛肉煎包 其实我是想要来吃蛋饼的 结果蛋饼是早上有 现在下午就是锅贴跟煎包 它这个跟南京的很不一样 我感觉它应该是 江浙户这边的 饺子的做法 然后包了牛肉馅 再拿去煎的 试试看 真材实料牛肉饺子 外皮蛮有嚼劲的 不过它不是新鲜醋 所以这个稍微 没有那么脆 然后里面牛肉调的线 不会过咸过甜 也没有加那种回香那种香料 还不错 来 加点醋 多了个酸味 挺搭的 来 还有一个牛肉煎包 这4块5一个个头很大 一口 嗯 外面皮很有嚼劲 菜籽油煎得两面黄黄的 肉馅应该跟饺子一样的肉馅 就是酱油牛肉 我说 拜拜 刚刚的那个牛肉锅贴煎包呢 其实味道算不错 但是跟上海的伊心灾比起来 就差了一点 来最后一家我们就吃个江南特色的烧麦 去看看 你好 你好 我可以买 蛋黄烧麦跟香菇烧麦吗 可以的 你要几个 这个价钱是一个嘛 各两个 各两个 对对 有红点 好谢谢 来 买了四个烧麦 两个蛋黄两个香菇 很大一个烧麦 不过呢 这个烧麦 其实啊 据传是 北方传过来的 在元朝的时候啊 北方有一家小酒馆 那他们当天呢 剩了点肉 剩了点面皮 然后酒客喝一喝 哎呀 觉得就少了点什么 想要吃东西 然后掌柜同时也在担心说 我这剩下的肉卖不出去怎么办 哎呀 一拍即合 他就叫伙计啊 把那个肉 塞到面皮里面包起来 蒸了 给酒客吃 然后呢 因为剩了肉嘛 就想要把它都塞满 塞到后面那个包不起来 那包不起来呢 他就说哎呀 随便捏一捏 就是造成了现在烧麦上面那个特别的形状 就这样流传下来了 在江浙湖这边呢 主要包的就是米了 那我们今天就来吃看看这个 江浙湖这边特色的烧麦 先从个咸蛋黄的开始 没吃到蛋黄 但是这个米真的很香 感觉是猪油酱油 加点糖去炒的 但也糯米香 又有那个猪油的满足感冒出来 不错 来再吃一口啊 蛋黄也好吃 蛋黄也好吃 加了那个酥酥的油香进去 虽然跟 百育卵的还是 差了一点 但是 已经算是很好吃了 来下一个就是香菇糯米的 算是经典款 吃看看 除了糯米的香气以外 还多了那个香菇那个鲜味 确实不错 味道很好 我喜欢这个更剩于蛋黄其实 谢谢好吃啊 拜拜 拜拜 要走的时候发现后面有家谢可黄生意很好在排队 不过我已经吃累了 我就不吃了 那这次七里三堂 大家觉得哪个好吃呢 我要推荐的话 推荐大家去吃 油腿丸子吧 好就这样了 拜拜